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们要积极参与地方政治 美国政治体制是以地方政治结合联邦体制 地方从县市及周知各项选拒 是全国政治之基础 尤其是市长及国会议员是地方选出来最重要之官员 多年来我们参与市长及国会议员之大小选举 由于投票人数不多捐款也有限 因此对选举之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确实有决定性之少数关键 不容小觑 就目前情势而言 华雅裔人口正在不断增长 而且已经达到10%之比例 但是我们真正去投票之比例还是太少 大家对政治还是不太关心 我们必须加强宣导选民登记 尤其可以从各社团教会等宗亲组织开始 把选民造册以便随时动员 今天国内外环境不断恶化 俄乌战事 台海情势及各种天灾席卷全球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未来之情势 这一切和我们生活之社区及民选官员有密切之关系 我们在此呼吁 不论你支持何党何派 最重要的是参与投票 以实际行动来参加政治活动 才能保障自己之权益 休斯顿市长及市议员大选在即 一股政治热潮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必须积极行动 共同表达我们之意愿 这里是我们的家